大家好啊接着聊啊接着聊啊现在是巴塞罗那时间啊西班牙时间的2021年的4月5号周一晚上23点10分 刚才聊了聊这个我爷爷的两个姐姐啊嫁给了两个大地主 都是有上千亩以上的那个土地 都自己家有炮楼有炮楼有看家护院的有快枪 就是步枪里边那个性能比较好的 那会儿在中国前一段我看到一篇文章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就是过去的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允许民间有民间武装 允许民间持枪的啊 在那会儿大地主啊就说是吧 比较有财产的有影响的啊 这种的大户人间他是有看家护院的因为你财产大了如果你没有看家护院的那随 随时就能把你的资产给你剥夺呀对不对 这是一个平衡啊对吧权力的平衡啊是吧你前一段那个孙大武不就给抓了吗是吧 而且来了300个特警给他公司都给接管了 因为孙大武的公司也挺大的有员工对他很忠诚嘛 整个公司都接管了把他家里边人把他的那个公司的高管抓了好几十个呀 对吧还有去年那个谁任志强这不都重判了吗对不对啊 还有他们的朋友那个女的叫什么耿肖男是吧 嗯反正我刚才又想起来啊 刚才我吃点东西我想起来对除了那个高姐之外刘姐这个这都是我爷爷的亲外什么是吧 俗话说是孤舅亲辈辈亲啊砸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是那个老刘姐就是我我爷爷的另外一个姐姐嫁给老刘姐 他们家的儿子也在北京啊我们管那个叫三表的拜三老三啊反正就叫三表的拜啊就知道姓刘啊 这个他们家住哪儿就住我们青年湖公园我们家不住那儿吗 青年湖南边快到安定门还没到叫上龙叫上龙大院上下的上龙凤的龙啊 这个过去不是说苦海幽州吗说北京都是苦水井为数不多的几口甜水井 比如说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还有就是我们安定门这个上龙 这是为数不多的甜水井之二啊 这我们这三表的拜就住那儿 我还记得啊那会上龙也有坡什么叫什么杂子坡啊也有一个叫宽金的啊 大家都知道交道口南边有个宽金啊北京的都有名啊 白魁老号啊什么罗锐清他们家都住那儿啊宽金嘛啊 但是我们那个安定门外地毯那也有一个宽金是一条东西的街就在地毯西门的马路对面 这上龙大院我还记得我这三表的拜家就是那会都是坑坑洼洼的 这个坑坑洼洼有坡有坎有高地有洼地才是一个正常的生态环境一个地理环境 你过去牛街牛街那儿就有坡那过去都是村那北京是个券城券圈进来的时候 这一块啊比如建一座城其实里边现在有个词叫城中村过去都是村是吧 那边是什么早林前街是吧你听的地名那过去都是早树林对吧 早林前街菜园街南菜园你听的地名八里庄六里屯是吧 三里屯百万庄干家口是吧 车工庄庄庄都是村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上龙那儿我们记得坑坑洼洼的 然后这个我们的三日表的拜家就住在那个坑坑洼洼的那条小街的西侧 门朝东开也是平房后来拆迁90年亚运会吧 他们拆迁就搬走了啊 当然后来我爷爷我奶奶先后都去世了 这亲戚啊是越走越远 因为一辈一辈的又都繁衍是吧 你跟你你跟谁亲呀 你跟你儿子亲对不对啊 你跟你孙子亲 那就俗话说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就拉倒 对吧 当然有的人家那亲戚吧都繁衍了好几代了 人家走动的还挺勤 这分人这得看人是吧 有没有凝聚力 一般来说啊 随着一辈又一辈人 他血缘关系 比如说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他慢慢就远了 是吧 因为人的精力也有限 你能够顾得上的 能照顾上的 亲的热的 也就那么多人 对不对 所以后来三表达掰 我听说也去世了啊 三表达掰 三表达掰的老婆 是不是叫大贤姨啊 我们管他叫大贤姨 大小的家 那个贤是女字边 那个贤淑的贤吗 还是那个啊 孔子的什么七十二贤人 哪个字我不知道 好像叫大贤姨啊 也有可能大贤姨是那个 长辅旧的老伴 现在我们都记不清了 大贤姨个不高 戴个眼镜啊 三表达掰应该早就走了 不在了 比我父亲好像还大 啊 然后表达掰 三表达掰有个儿子叫邱海 邱海 这个后来我自己做买卖 在那个我们家那安定门那 青年胡 他还有一次路过吧 还是怎么回事 到我们这门口来 还进来坐了会儿 还给我留了张名片啊 这话一说也 小二十年了 是吧 有很多亲属都不联系了 还有我 我老 不是 那个谁 我奶奶 我奶奶的有一个 干儿子 那会儿的流行 认干爹干娘 是吧 干儿子 叫小虫子 姓人 啊 也是我们老乡 白杨店的啊 这个冒着杆 叫冒着杆 啊 我们老家人叫冒着杆 啊 北京人啊 或者是外部世界的 管我们老家人叫冒着杆 天下大庙数冒着吗 后来 他是在昌平南口 是这个生产 生产暖壶的吧 是一个什么厂子 暖水瓶 好像是在那个厂子上班 啊 我哥跟他有印象 我的印象很浅了 啊 好像过年来过那么一两回 我就现在 回忆不起来了 因为我哥比我大十岁 啊 那会儿 我奶奶带着我哥 放暑假的时候 到他们那个南口那住了一段时间 对我奶奶特别好 不让走 啊 后来我奶奶和我哥就没打招呼 偷偷走了 要不然还留你住在那儿啊 是吧 这个 我哥哥是我奶奶特别疼我哥 啊 然后呢 我是我妈比较疼 是吧 人家不是说吗 老儿子 大孙子 老人家的命根子 是吧 我哥是 头一个孙子啊 这个 老儿子大孙子 我哥是大孙子 我是老儿子 是吧 我爸是老大 我爸是老大 我爷爷奶奶生了十二个 那会儿也不懂什么避孕哈 反正有了就怀呗 怀了就生呗 生下来好多就死了 啊 我爷爷奶奶生了十二个 活了六个 活下来的这六个里边 我爸是老大 是亲哥仨 亲姐仨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 反正 哎呀 反正我爸对这个弟弟妹妹是特别谦让啊 这我们知道 特别谦让 我爸是一个忠厚长者 好像到那还干了一段时间 啊 说那会儿有时候回家来哈 可能隔一段时间回家来就把人家当地的农民种菜什么的那萝卜什么的就还人家可能是捡的吧 我爸捡的反正拿一个书包带回好多萝卜之类的反正给家里人吃什么的啊 有那么一两年时间啊 后来我爸在一个就是事业单位吧 东城区的一个事业单位 单位也不太好 那么一单位 刚去的时候是工人 后来入了党 入了党之后当一干部 最后退休之后是退休的时候吧 反正副科级吧 副科级很多年 就单位的二三把手吧 就这意思啊 也当过工会主席 副队长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也换了好几个地儿 东智门外啊 什么这个安定门啊 什么这个小牙宝胡同啊 石锦花园胡同 反正就围绕着东城区 我听说我爸原来是在崇文区上班 后来又离家有点远 调到东城区的啊 反正现在崇文跟东城 有都合成新东城了吗 啊 宣武和西城合成了新西城了吗 啊 我爸那个 然后我爸是老大 我爸老大 然后下边是 就是我那大姑啊 我们叫大姑爸啊 就是人说这姑爸 称姑姑为姑爸 是满人的说法 满族人 我们家不是满人呀 反正可能是因为在北京吧 受他们的影响 就叫大姑爸啊 大姑爸也是初中 初中毕业 我爸是小学文化 高小啊 初中毕业就上班了 上面在电子部啊 电子部下面一个研究所 就万寿路那边 翠维路在那边 然后上了班之后 人家给介绍了一个对象 是空军的飞行员啊 然后我奶奶死活不干 说飞行员动不动 就从飞机上就掉下来 就就摔死了 就不是打仗 就是训练也危险啊 是吧 这爹妈都为子女负责吗 是吧 当然了 人家有的人是吧 飞行员也没有打光棍的呀 有军嫂什么的是吧 另外两地分居什么的 特麻烦 这个作为女性 嫁给当兵的确实有点苦 就不干 不干后来又找的 找的这个这个 我们的大姑父 大姑父是南方人 江苏无锡人 但是个子非常高 个子非常高 又高又瘦啊 那种长相 这个有点像那个谁 有一个唱歌的一个小伙子 叫戴什么 戴军 对 就跟戴军的长相很像 又高又瘦啊 然后这大姑父的 电子部下属的一个 那个杂志社 后来当到了一个副主编吧 反正后来他们家住 万寿路西街那边啊 什么永 永丁路那边啊 就在那一带活动 万寿路啊 翠维路啊 在那边 啊 现在他们 我这大姑也七十多了啊 俩儿子 大儿子去日本去了好多年了 然后小儿子留在身边了 生了一对龙凤胎嘛 然后就是我的大叔啊 我大叔 我大叔 我这大婶可是短命啊 五十多岁就死了 大概死了有将近二十年了 十九年左右了 哎 其实你说我跟我这大婶 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 他只是嫁到我们家来的 然后后来也分家了 因为我爸又生了我们五个 生了七个死了俩 剩五个 然后就就分了吧 因为家族太大了 矛盾也多 说实话啊 这个什么姑嫂吧 某什么轴厉吧 婆媳吧 是吧 有一堆女的 他在一块 这矛盾中国式的家庭吗 后来1972年就分家了 啊 但是俩胡同挨着 我们是北边的胡同 南边的我奶奶的胡同 也就是最多隔五十米啊 要直线距离可能就三十米 要从我们家出胡同口 再绕到我奶奶的胡同 也就五十米 是吧 有时候我爸打我两下 我还跑到我奶奶去 求得温暖什么的 是吧 还有这种情况 每天差不多都娶我奶奶 跟我爷爷奶奶捶腿什么的 给他们捶的 不是叔叔都睡着了 我还跟他捶呢 我比较实在 比较一根筋 是吧 然后我那大婶五十多就死了 哎呦 其实平常感情也就很一般 很一般 但是真的就就抢救了一天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死了 后来哎呦 我到殡仪馆那什么的时候 哎呦 给我哭的呀 我这胸口都疼了好几天 我这人可能又比较入戏 比较当真 是吧 就是感情比较真吧 咱们这人没那么坏 哭的我够呛 结果没过几天 我大叔就找了一个 比他年轻十多岁的离婚的 也带着一个儿子 当然人的儿子没跟着过来 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 我大叔那会儿五十多 我大叔是普兰德 普兰德洗染公司的厂长 洗染厂的厂长 原来是车间主任 原来也是工人 就是工人 后来没过半年就被提拔了 我们家人真是这特点 我爸 我这几个叔 这几个姑 全是包括这些姑父们什么的 很多啊 说上过大学的 可能就我那大姑父 那无锡人 可能上过大学 其他人 都是初中文化 像我爸小学 可是我们家人都当干部 就是当然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 都是入党 车间主任 什么经理厂长 全市 就没有一个工人几乎 包括到我这 是吧 我给美国人干活 给美国人干活 我干了八个月 我也被提拔了 破格提拔呀 我一个初中生 我的前任是外交学院的 真的 这就是我们家的根 还是勤劳 而且善良 当然也有眼力见 也不能得罪头 对不对 你在中国 你只能这样呗 哄着点人 让人高兴 反正我们家人 都有点小聪明吧 当然绝对都不是什么坏人 不是说什么坑人害人 什么杀人放火 才踩着别人肩膀上去 那都不是 然后后来又续取这么一个小的 这么一个我们的叫婶吧 后来过了好多年 过了十多年吧 我大叔就老年痴呆了 因为他喝大酒什么的 可能有关系 他喜欢喝酒抽烟 烟酒都挺那什么的 后来那个小媳妇就跟我大叔 就不好好过了 应该是 就有点怠慢了 后来我大叔是俩闺女嘛 后来这俩闺女就 就可能是逼着他就把婚离了 那不知道有没有结婚证 也许有 反正就不在一块了 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下边是我那二姑 我那二姑啊 我那二姑那个是一个工厂的采购员 食堂的采购 然后他也去世了很多年了 就六十多岁吧 他倒没五十多六十多 他也是身体不大好 还住院什么的 那会我们也都去医院探望过 走了 也是留留下一个闺女 小学老师吧 然后他架的是一个 他是这个井仨里边架的 应该是按照中国人的那种传统的观念啊 就是比较这个底层一点的 架了一个开塔雕的 开塔雕的司机啊 后来那是国营单位倒闭了 回来开出租啊 就我们那二姑父 人不坏 但是他的 你要是他聊天什么的 他聊不出什么东西来 知道吧 他属于这一类的人啊 我是喜欢跟那个 比较能聊的人在一块 能学点东西啊 啊 然后这个老五 就是我那三姑 我们叫三姑爸 他呢 严格来说 一辈子没出嫁 他没出嫁 他不是没结婚啊 他就留在我们家了 因为他小 他后来就是插队 插队 那会我妈 我那二姑 要差点去宁夏插队 我妈好心眼 死活拦着 不让去 那会 学校 什么街道 天天给你动员 给你施加压力 我妈都给我那二姑 藏起来 是吧 我那二姑差点 自己就要把户口给削了 这你要去了宁夏 多苦啊 是吧 后来没去 我那三姑插队了 但是他插队是 到哪插队 回我们老家了 河北文南县 回那插队去了 那不是有老家的人吗 就受点照顾 是让我们那个 像跟我的爸爸 跟我的姑 都是算一爷之孙 一个爷的孙子 他们的都在那 是吧 都是亲的 堂兄弟 堂姐妹的 后来 哎 结果我这老姑吧 北京出生 北京长大的 那会也 十几岁吧 后来回老家之后 啊 在那村里边 还好几个 好几个 至少两三个人 都看上我这姑了 说起来 那小村不大 还都是我们一个姓的 当然那那个都比较远 比较远的 不是什么 中国人不讲究什么 出五福不出五福吗 应该都出五福的 都追啊 后来呢 我三姑选了一个 哎 眼光好 啊 他没选择的那个 我们那个叫收啊 我们那个叫收 也是我们的书 有时候也到北京来 长得也不错 但是他一辈子就在农村 就种地啊 或者做点小生意啊 他选的那个 我这三姑父啊 也跟我们一个姓 说起来 你要往前推多少代 是一个祖宗 后来当兵啊 从河北入伍 二炮部队到青海啊 我之前也说过啊 他就是一士兵 他也不是军校的 那会儿啊 很多不是军校的 也能提干 就是说那个导弹 二炮嘛 战略导弹部队 就是说 有了什么故障 比如说这个 发射不了了 或者有什么问题 那个那个火箭 那个发射剂叫什么 燃料 哎 他能给处理 有的那个正牌的军官 或者工程师 技术军官 处理不了 他钻研 他能给处理 当然后来也很苦 后来给提干成军官 一年 加上来回路上 才给一个月的探亲家 所以好像我这三姑 生他那个女儿 就我那个表妹的时候 那个 我们这姑父 应该是都没在北京 那会儿我记得 我小吧 十来岁啊 就生我们那表妹的时候 就是他回不来嘛 后来两地分居了 也很多年 我这个三姑 一个人带着孩子 当然我们家 我爸什么的都 我妈作为哥哥嫂子 也都帮一些啊 然后后来才调到北京 二炮司令部 调回他们二炮部队总部嘛 这才这才算团聚啊 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这表妹是个医生啊 我们家是特点是 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多 小干部啊 没有太高级别的啊 顶多是个处级干部 科级处级小干部啊 然后呢 这个 医生也不少 在医疗系统呢 有五六个啊 小干部那十多个 还有八九个 八九个十来个 这个教师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我是把我们家的亲属 不光是我爸爸这边的 我妈妈这边的 甚至还有其他的亲属 是吧 我们都不在一块 统计出来的 基本上我这个人啊 我认识谁什么的 我在我脑子里 我都给他们记住了 包括我在这个 精华时报 精华时报 现在已经倒闭了啊 是让我给搞黄了 让我给干黄了 这个精华时报 有一个叫精华传情的 这么一个公义的栏目 精华传情 就是比如说 你感谢谁 你思念谁 甚至你做了错事 你向谁道歉都行 我给三百多人写过 比如说家里人 还有同学啊 朋友啊 客户啊 谁谁谁过生日了 谁谁谁结婚纪念日了 谁谁谁生了孩子了 我都给写 后来我跟那编辑姓冷 冷热的冷 跟那编辑都成朋友了 天天给他发 那精华传情上 有时候这一天 都是我写的 有时候一半是我写的 但是我有一个总名单 是五百人呢 没等把那五百人都给弄上去 才弄了三百多人 这个这买卖黄了 精华时报 但作为纸媒嘛 传统媒体 是吧 好多就是人民日报 说白了 人民日报 如果不是说通过党的系统 政府的系统 他要求你各级 是吧 各级政府 你必须订阅那些公家单位 吃财政饭的 早就倒闭了 反正人吧 就这么回事吧 我奶奶是因为后来得了好几种病 那会可能条件各方面的 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啊 好几种病 就是说后来抢救了两次 抢救回来了 到第三次没抢救回来 因为他吃的那些药都互相抵触了 你吃这个药 对这个病能抑制 但是那个病又严重了 所以后来就那什么了 我奶奶反正对我们孩子什么特别好 而且我们家人 不光是对自己家人好 邻居 我记得什么姓孙的 姓石的 好几个邻居家的孩子 都我奶奶给看着 都义务的 还有一个叫傻乡的 我们那边的街坊 他不是生下来傻 他姐姐扔他玩 往天上扔 扔完之后接 他嘎嘎笑 那孩子乐 结果啪 没接住 给摔傻了 有一次我正睡午觉呢 我奶奶哄着我们几个孩子 我那个什么堂妹什么的 可能还有邻居家的孩子 我奶奶哄着我们 刚躺下 我还没睡着 那傻乡 我还记得我奶奶那个院是木头门 也是单独的小院 我们家也是 然后那个有那个门栓是铁的 那傻乡 你说他傻吧 他也不傻 他把那门栓给拧开了 拧开之后 他进我们家院 我那会玩的一个小飞机 直升飞机 铁的 然后那个上弦 滋嘎嘎嘎一拧 咔咔一拧 那上弦之后 那直升飞机 嘶 就能反正半米多高吧 能在天上飞个十几秒 二十秒 然后啪落下来 你要想玩再上弦 你别看那会儿的玩具简单吧 他挺结实的 结果那傻乡进我们家 奔着我那个放在那院里地下 那个玩具 我那玩具的那个直升飞机 就直接揣起来了 揣到自己衣服里了 这时候呢 我奶奶也看见了 我就想起来 我就想制止他 我奶奶就死活摁着我 就不让我起来 就让他拿走了 是吧 你也可以说善良 是吧 当然了 有时候中国人的善良是过分的善良 他没有原则的善良 是吧 包括我们对罪恶 对欺负我们的人 对吧 对各种的机构组织 包括个人 他那种横争暴脸 不把老百姓当人 对吧 他他拿你当畜生 拿你当牲口 他欺负你 在愚弄你 在欺骗你 在盘剥你 压榨你 是吧 这中国人有的时候 当然这种 对普通人 他是一傻孩子 你可以对他好一点 是吧 我又借题发挥了哈 我又止喪骂怀了 是吧 反正我奶奶 我们家人缘好啊 就是那个安定门外住着 好多都是我们老乡 河北人特别多 然后80年冬天吧 我叔叔 我最小的叔叔 对刚才忘了说他了 他是那个 也是一个国营工厂 后来是车间主任吧 什么经贸公司经理 反正都是这种人 然后他结婚的时候 来了好多人 可能也不限于老乡啊 就亲戚朋友来好多 那会流行送点心匣子 点心匣子 到什么道乡村啊 到哪买 点心匣子 大概三四十厘米长吧 一尺多长 宽 宽是差不多长的一半左右 然后上边用那红纸 那会有一种 有一种绳 是是纸做的绳吧 特结实 给你捆扎的 反正像模像样的啊 然后打点心匣子 那会流行 到谁家做客 吃席什么的 送点心匣子 我们家有个大柜 大堂柜 我还在那大堂柜上 睡过觉 就在那大柜 我爷爷那边 大柜 那个都是好木头做的 上面刷着漆 那一柜呀 一柜都是那大典子匣子 可能至少几十匣子吧 里边都是各种点心 搭配起来的 那会的人能吃个点心 就很高兴了 肚子里缺油水嘛 是吧 我还记得 我们老家的人 到北京来 在老家的时候 都不认识我们 然后就是听说我们家 挺热情的 挺外场的 有外面 都到我们家来投诉 投诉啊 不是说那个 说你办了坏事 投诉你 而是来我们家住 那会我都有印象 其实不认识在老家 但是拐着弯的 啊 这个亲亲套亲亲 朋友套朋友 老乡套老乡就 就来了 就在我们家就住 都有那种情况 没地啊 那床有限呀 最开始是炕啊 冬天也烧火 是吧 然后呢 那他来的是年轻的 大个我记得 就睡在我们家 那大柜上 反正给你解决 住几天呗 是吧 你没钱 你还住旅馆吗 对不对 所以后来 我也是帮人啊 我们家旁边 有一个宁夏 小伙子 在一个饭馆里 给人家那什么 好像那是一溜饭馆 就安外大街 和安德里北街拐弯 那一溜 那个安外大街上一溜 拐过来 这往西又一溜 好像还有一个 演双簧 也演过相声的 叫莫奇的 他在那也开过饭馆 然后那 那个小伙子 我在他那吃过几次饭 然后他是炒菜的 宁夏的小苏 后来跟他女朋友 还没地儿去了 跟老板闹翻了 他一开始试探我 他那个过年前 就把一个狗皮鹿子 犯在我们家了 其实我知道他试探我 但是 是吧 咱这人还是觉得 给他提供点小便利吧 后来过完年 回来没地儿去了 我说那来我们家住吧 是吧 他跟他女朋友 是吧 如果是光是他 我可以跟他一块住 还有他女朋友 我说那你们住吧 后来我就上 那会我不租了地下室 做粮油批发生意了 我就上地下室睡去了 过了一礼拜 过了一礼拜找着工作了 他跟他女朋友 还找的不是同一个工作 但是都是在饭馆 后来就走了 这有好多年没见过他了 一个白白净净的 那脸可干净了 一小伙子 大概现在也得有四十多了 可能他比我小点 也得四十多了 我还记得那会儿 我奶奶 我奶奶快都住院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 又出院了 还是怎么着 来了好多亲戚朋友啊 老乡什么的 来看我奶奶 在我奶奶那个院的南房 那个东南角那房子里 后来还好像那会儿 只有老人或者生病了 才能喝点牛奶 后来还好像一大屋子人 一大屋子人就 好像让我喝牛奶了 喝了一罐牛奶 当着好多人 还算是给我的特殊待遇吧 好像有这么个镜头啊 然后那个 基本上我爷奶奶 是住在那院的北房的东边 北房和东边一大间 我爷奶奶住 然后北房的靠西头 是我大叔两口子 加上他们家俩闺女 后来我老叔 结婚之后住西南 西南方向的房子 然后后来也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东南房 其实是我们家的 是我们家的 然后后来我们家要分出去 单独又北边那胡同 弄了个院子 然后后边 后边原来是一片空地 是空地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南边 是前面那胡同的那个 那个那个山墙 是人家的后山墙 那家好像姓唐 姓唐 然后那个后来我姑 就结了婚了 也没地儿去 后来在那儿有盖的房子 然后就那个情况啊 我爷爷是有一天突然间 99年夏天吧 突然间在街上 那会我爷都80多了 我爷70多了还能自己挑水呢 80多了还自己做饭呢 他的自理能力特别强 我爷爷小的时候 是在北京前门大街那边 前门外吧 是那个学徒的 做买卖 学徒在铺子里边 他这个特别的有规矩 吃饭呀什么的 特别有规矩啊 自理能力特别强 自己做的饭干净了呢 也雇了好几个保姆吧 都跟人处不来 我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爷那会才60来岁 也曾经想过再续闲什么的 但是我那仨姑不干呀 哭啊 是吧 又那是我亲妈呀 来后妈他们不干 后来我爷又单独又 一个人又活了 差不多有将近20年 19年左右 就这样 回忆啊 过去的事 都浮上眼前 还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吧 8月15中秋节 我奶奶 我奶奶和我们 有我 还有我大叔家的那个女儿吧 好像还有几个孩子 就我们几个孙子孙女辈的 好像给我们在那个 我奶奶院里边 那个露天弄一个小小桌 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分点月饼 然后分点什么这个 分点什么葡萄之类的 对 还有这个意思 还有我小的时候 我奶奶也看过我们 啊 这个我我妈的忙嘛 我妈那会儿挣钱什么的 特别忙 特别辛苦 我在我奶奶那个那个南屋啊 南屋也也住过 好像那会儿吧 就是火炉子 火炉子上面有一个罩子 那个罩子是铁丝编的 然后呢 那会儿冬天冷 早上起来不想起床 我奶奶就用那个什么 就把我们的衣服 在那个罩子上面给我们烤 烤 下面是炉子 那个罩子啊 透明的吗 镂空的吗 然后烤热了衣服 我们再穿进去 还有这个 这个印象啊 有这个印象 我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 小脚老太太 还有76年地震 地震 我那会儿正好也睡在我奶奶那边 地震 后来那个房子上 我们家是大石头垒的房子 房子上都有裂裂缝了 那会儿那二奶奶还活着 我记得是天蒙蒙亮地震 我那二奶奶说 地动了 地动了 我们就往街上跑 后来跑到街上看 有的街坊 有的那个大老爷们都光着屁股出来的 一丝不夸 夏天 七月份吧 就在那个地震的头一天 我那会儿六岁 我就喜欢捡纸 我左撇子 捡纸 捡官公 捡张飞 德国兵 坦克 飞机 大炮 机关枪 还有一个翻坑了 是吧 他有预兆 这地里 他有 有异动 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青年湖公园里边 那个大鱼都翻上来 我们家旁边盖楼那会儿 盖了好多楼 基建工程兵 一个小兵 可能是天津人 然后还把他的鱼给我 换我一个剪纸的那个作品 我有时候在我们家外面的大石板上 建筑用大石板上 一摞一摞的 我在那坐着 拿一剖了 捡东西 我们的邻居什么的 有时候排着队 倒也不至于好几十个人 可能有两三个三四个人 排着队到我这来要 要我捡的纸 捡的那作品 挺好玩的 住平房 后来我又回我们老家 这个我妈的老家 任秋 又在那生活了一年半 所以我对这个土地 乡土 家乡 老乡 是吧 老家 农村 农业 农民 是吧 我有这么一种情怀 和我的经历 是吧 你像我哥哥姐姐 他们有时候寒暑假回农村 待个一个月半个月的 像我这待了一年半的 他们没有 这个我觉得是我的宝贵 的财富 特别宝贵 就是因为我在农村 在我搭旧家 也跟着一块干 装甲活什么的 盖房 拉木头 也都干啊 所以回北京 我到那个伊利纳贝斯克 当搬运工 我不觉得苦 虽然苦 但是 我坚持下了 结果八个月之后 那美国人就把我提拔了 让我当那个 进出口的报官员呀 是吧 这特别的 是吧 我聊这段去年的时候 他们说 嗯 说你这个祖宗 啊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包括我的姥姥姥爷 是吧 说都给你积德了 是吧 反正我们还是要积德行善吧 啊 我平常反正也力所能及的帮了好多人 是吧 只能说力所能及 能力有限 是吧 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 可能我就竞选一个区域的啊 区域级的议员之类的 是吧 可能为丧子啊 为家乡啊 为周围人啊 做更大的贡献 但中国呢 不可能给我这种机会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做点生意吧 是吧 做点生意 后来环境又污染 雾霾 实在是没法呆了 是不是 包括我比较敢说话 我搞过业主委员会 给我们小区 光我们一个小区就挽回损失好几个亿 对吧 还有周边小区呢 是不是 当然我个人付出很大代价 包括我的家庭 而且中国还是这样 当官的欺负老百姓 老百姓也欺负老百姓 他跟你装孙子 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明明知道你付出很大代价 他就视而不见 还有人说便宜话 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啊 有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民主化呀 有的说是制度决定论 有的说是素质论 有的说是国情论 啊 种种的说法 我认为都有道理 真的都有道理 啊 不能否定任何一个 只肯定一个 中国的落后有多种原因 真的 谁来了 恐怕也不好办 当然了 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 有一部分人 他会 幡然悔悟 会提高他的个人素质的 他会变得有一些功德的 因为 是吧 你把他当人看了 他有平等了 他有很多表达的渠道了 他有权力了 是吧 但是 这个在中国现在看来遥遥无期 是吧 反正我觉得我活着 我为了我的孩子 子孙后代 是吧 在一个更好的社会里边 让他们活着 我也 在这种社会里边度过后半生 谢谢我的家庭 祖先 你 讨厌